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拜登内塔尼亚胡矛盾公开化 巴勒斯坦获得加入联合国资格 罗罗斯发动两年来最强攻势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5月10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赵璐 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以色列进攻拉法的问题上 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 这是他们关系中最大的裂痕 在拜登最近的采访中 他向内塔尼亚胡划出了最后通牒 双方的关系也已经从亲密无间 变成了摇摇欲坠 在10月7日的之后几天里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之间曾经团结一致 但如今却演变成了不满 这也让拜登这个原本内塔尼亚胡 最亲密的盟友变得越发疏离 拜登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 他第一次见到内塔尼亚胡 是在1980年代 当时拜登还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年轻参议员 内塔尼亚胡作为以色列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工作 这种关系往往会产生一些摩擦 长期以来拜登一直都被视为亲以色列的民主党人 10月7日事件发生之后 他加强了对以色列的支援力度 并且签署了国会援助法案 立刻向以色列提供了140亿美元 即便是在欧巴马总统的执政时期 拜登也被视为美以之间重要的桥梁 但到了去年 当内塔尼亚胡试图推动一项极右翼的重大司法改革时 拜登和他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开始公开化 但即便如此 两人的关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张 拜登在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以色列入侵拉法 那么美国将不会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弹药 拜登对内塔尼亚胡越来越失望 他告诉自己的顾问 以色列领导人无视了他的建议 关系可能无法修复 战争打响至今已经过去的七个月 美国公开反对以色列从地面入侵拉法 但内塔尼亚胡则强调 战争依然在进行当中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简短声明中 也没有提及拜登 而根据美方的说法 由于乙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谈判 已经暂停 联合国今天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 要求安理会重新考虑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请求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指责那些投赞成票的成员 试图推动建立一个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国家 接下来提案将会交给安理会表决 而美国已经强调会阻止任何巴勒斯坦建国的申请 联合国大会今天以143票赞成 9票反对 25票弃权的结果 批准了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 接下来提案将会交由安理会表决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他在发言中提醒各国 巴勒斯坦的大量领土正在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手中 埃尔丹大使还在台上将这份选票塞进了碎纸机 强调各国的投票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巴勒斯坦驻联合国代表则高度赞扬了这一决定 还强调巴勒斯坦的国旗已经成为了自由的象征 它十分 Trialf 巴勒斯坦逼跟ト cier gender 巴勒斯坦尔丹 poorly Its mandate 巴勒斯坦尔丹大使 � s 目前该法案已经交由了安理会表决 而美国已经明确表示 会阻止任何巴勒斯坦建国的申请 至于在战争前线 拉法的一名联合国官员指出 重要的援助过境点已经关闭 自从以色列下达了撤离命令以来 已经有近11万人逃离了拉法 目前正在向北迁移的官员也强调 这片土地已经成为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 在德克萨斯州 令人震惊的监视器画面显示了 两名暴徒向圣安东尼奥一所住宅开火的瞬间 他们总计发射了30发子弹 无人被击中 其中包括三名儿童 年纪最小的一位4岁女孩 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 警方呼吁任何有消息的人士 都能够与他们取得联系 新的监视器画面显示了一个 令人不寒而栗的时刻 周三晚 两名嫌犯在比尔郡东北部的一户居民家中开枪 现警长哈维尔·萨拉萨尔发布了这段影片 希望能确认这些凶手的身份 目前的消息显示 有五人被这些子弹击中 其中三个是10岁以下的孩子 最小的是一名4岁女童 因伤势过重 一夜之间死亡 是什么我们不能让它发生 任何地方 任何人 甚至4岁女孩 警长说,邻居家的监视器画面显示了疑似枪手的近照 影片的一个角度显示,一辆灰色轿车在晚上8点前驶入空地 警长说,那辆车可能是Infinity Q50 两名男子下车跑向住宅,然后开始开枪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嫌疑犯的形象更加清晰 这就是警长用来指认这两个人的图像 但对这些嫌疑人的描述细节却很有限 目前只能确认是两个成年人 两名嫌犯向连排别墅发射了30发子弹 有两户居民被子弹击中 但调查后判断,只有一户居民是他们的目标 而那五名受害者就是在那里被发现的 这不是一场驾驶,他们从街上撞了 这些嫌疑犯很可能在使用一种小型的AK-47型武器 在调查的同时,萨拉萨尔警长说 找到这些嫌疑犯是他的首要任务 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甘乃迪今天表示 他已经获得了俄克拉河马州竞选资格 而他的目标则是出现在所有50个州的选票之上 他作为拜登和川普竞争的搅局者 可能不会产生过多的威胁 但势必会影响一些中间派的选民 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甘乃迪 在少数州的选票上正式出现 其中就包括了俄克拉河马州和关键的战场州密歇根 甘乃迪的竞选团队表示 他们已经收集了足够的签名 可以在其他7个州进行投票 民调显示 甘乃迪可能会获得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选民支持 著名的甘乃迪家族成员则表示 他们担心小罗伯特·甘乃迪的参选 会损害民主党候选人的利益 因为该家族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公开表示 全力支持拜登 前总统唐纳德·川普也明显感受到了 这第三位候选人的崛起 他甚至说相比于甘乃迪 他更喜欢拜登 本周早些时候甘乃迪因为2010年经历了一次健康问题而成为了头条新闻 他说那是有一条进入他大脑并随后死亡的蠕虫所引起的 他说在同一时间他还经历了拱中毒 甘乃迪说他现在已经完全康复 但他的爆料再次引发了一场讨论 也就是总统候选人是否应该公开他们的医疗记录 甘乃迪在采访中详细描述了他的健康状况 但他的竞选团队拒绝透露更多的内容 拜登总统也在2月份公布了一份长达6页的医生诊断书 而川普则在去年秋天公布了一份健康摘要 美国历史上从未强制要求总统候选人公布他们的健康报告 但鉴于这几位候选人都在70到80岁左右 这一步骤可能确实有他的必要性 根据乌克兰官方的消息 俄罗斯军队向该国北部地区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突袭行动 是自2022年夏天以来 哈尔科夫地区面临的最大威胁 俄军希望深入乌克兰领土并建立缓冲区 泽连斯基则强调 他们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附近的村民也已经被紧急转移 俄罗斯军队近日在乌克兰北部发动了两次跨境突击 这也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描述为俄罗斯的新一轮反攻行动 乌克兰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在第一次的行动当中 俄罗斯的目标是深入10公里 以便在边境建立一个缓冲区 防止战争波及到俄罗斯的领土 但最终在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就停了下来 乌克兰国防部则在声明中表示 今天凌晨5点 俄军在边境地区加大了对乌方的空袭和炮击 由装甲车支援的俄罗斯部队穿越边境进入乌克兰 乌军也正在部署预备役的部队加强该地区的防御 另一位了解前线情况的消息来源表示 俄军还在向位于沃夫查斯克西部 约75公里的克拉斯内村深入了5公里 地面部队约有4个营2000人左右 乌克兰官方目前对于俄罗斯第二次推进的资讯不多 该国的参谋部只是提到了 克拉斯内以及邻近的两个村庄都遭到了俄罗斯的攻击 乌克兰监测组织Deep State Map则在其每日更新的前线动态中显示 克拉斯内以及邻近的4个村庄处于灰色地带 表示了这些地区现在处于争议当中 并非完全由乌克兰掌控 这两次跨境推进中部署的俄军数量不足以深入乌克兰的领土 但也提到了莫斯科正在沿着边境部署兵力 预计总人数可以达到4万左右 对于这些发展 泽连斯基总统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情况严峻 但乌克兰军队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边界村庄的居民已经被告知紧急撤离 官员们也正在帮助人们打包行李 随后会将他们送往更加安全的地方 这是自2020年夏末 乌克兰收复哈尔科夫地区北部的领土以来 俄罗斯进行的最大规模跨境地面突袭 分析家指出 如果俄军能够进一步向南推进 可能会将哈尔科夫市置于俄军炮火的射程之内 届时俄乌战争的战火也将会再次加剧 美国与菲律宾举行的肩并肩年度军演 历时两个多星期之后在十日结束 这次军演首次在极具争议的南海举行 除了常规的实战演习 还测试了部署美军飞弹的可能性 美联社报道 这是美飞历来最大规模的年度联合军演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 鉴于亚太地区面临威胁 菲律宾必须快速发展军力 尽快建设一支具有威胁及跨区作战的部队 美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军司令塞德霍尔姆表示 这次美飞演习建立了盟国的备战状态 让寻求使用武力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主权国家的对手有所警惕 今年的兼并兼军演 美飞动员1.6万名官兵 连同澳洲500名士兵演习 地点主要集中在菲律宾北部及西部 包括靠近台湾的巴丹岛和极具争议的南中国海及附近海域进行 在军演期间 中国派遣海警船、海军舰支以及疑似海上民兵的船队 对相关地区进行严密警戒 美军近日公开的影片显示 在菲律宾最北端举行的一次演习中 美军出动了一架被称为空中炮艇的AC-130J幽灵骑士战机 在澳洲空军军机警戒支援下 向一艘模拟渔船开火了近一分钟 最后将渔船击沉 据报道 打击的目标是一艘模拟中国渔船的小心船只 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菲律宾军方官员就表示 所有实战演习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近月 菲律宾和中国因南海主权争议而关系恶化 两国公务船只多度对似及发生擦撞 阿根廷各大工会、左翼组织和民间经济机构 在9日举行历时24小时的全国大罢工 反对政府各项新政以及经济措施 阿根廷总统发言人表示 有近660万人受到大罢工的影响 据彭博社报道 这次罢工涉及阿根廷全国各产业 对各大经济产业造成重大影响 包括军容贸易、航空货运、教育医疗、市政卫生等领域 当地交通也严重受阻 火车、地铁和多条公车路线停止24小时 导致首都布宜诺斯西里斯市区陷入瘫痪状态 航空方面 根据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航空运输协会 当地有约400个航班被迫取消 约7万名旅客受到影响 阿根廷劳工联合会发表声明 谴责政府对低收入部门、劳工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残酷调整 称这次罢工是为了捍卫民主和劳工权力 阿根廷总统发言人阿多尼此前曾表示 大罢工影响近660万人造成约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政府将对参加罢工的工事人员罚扣薪水一事承接 这是阿根廷总统米雷伊上任5个月以来 第二次爆发全国大罢工 今年1月在米雷伊上台执政的第46天 阿根廷爆发12小时的全国性罢工 也是阿根廷2019年以来的首次 米雷伊执政以来推出一系列旨在挽救经济的休克疗法改革措施 包括大幅关停政府部门降低能源和交通补贴等 引发国内争议 现阶段最重要的一项 轻伤措施立法于4月在众议院通过后 将于本月在参议院进行投票 休息过后来看地方新闻 洛杉矶最古老的唱片行正在寻找它的第二春 拥有50多万张唱片的古董店 唱片收藏家 现在正式决定对外出售 店铺从1960年代持续至今 迈克尔杰克逊等音乐传奇都曾在店内消费 这更是音乐爱好者的天堂 即便出售也将成为洛杉矶的文化标志 继续传承下去 走进位于美尔罗斯艺术区的唱片收藏家 仿佛回到了过去 店主桑迪蔡斯对音乐颇有研究 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小提琴手 出身于音乐史家 他对黑胶唱片情有独钟 店内大约有50万张唱片 但现在 这座建筑是19世纪20年代 《梅尔罗斯路段》最早建成的建筑之一 多年来 从法兰克希纳特拉到流行音乐之王 音乐界的皇室成员 都依靠桑迪蔡斯来获得黑胶唱片 黑胶唱片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主流 但从未真正消失过 就在黑胶唱片卷土重来之际 他希望自己的店能再创辉煌 今年由于西海岸受到了拉尼纳现象的影响 夏季的到来有所延后 最近几天 湾区的温暖天气让一些人开始庆祝夏季的到来 然而消防官员也已经严阵以待 因为高温可能会让火灾季很快到来 卡尔斯伦克和他的伙伴们将独木舟驶入森林小镇 在阳光下尽情嬉戏 唐纳希尔顿和他的朋友们也来了 在海滩扎营吃饭时 他们说漫长潮湿的冬春两季 是时候暖和起来了 伯克斯独木舟和皮艇租赁公司 准备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开放 在此之前 店主泰德·施罗德 呼吁大家在河上注意安全 家州消防局已准备好迎接黄金防火计 250名季节性消防员已重返北湾直勤 虽然高于平均的降雨 减缓了一些山坡 从绿色变为褐色的速度 但气候变暖的趋势将加快这一进程 消防飞机也已经返回 加州消防局的索诺马空军基地 已被不时之需 回到海滩的游客们也准备开始夏日狂欢 今年的夏季受到拉尼纳现象的影响 有所延后 要到6月20日才正式开始 休息过后 让我们来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美股周五早盘上扬 市场继续关注美股的财报 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前景 亚特兰大联储局银行行行长 波斯蒂克表示 即使政策宽松的时机和程度不确定 而且通膨下降的速度缓慢 美联储今年仍然有可能降息 来到尾盘涨跌不一 道指路德连续第八个交易日上涨 收盘时道琼斯指数上涨125点 收报39,512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5点 收报16,340点 标怀指数则是上涨了8点 最后收报5,222点 经济数据方面 周五公布的一项备受关注的报告显示 尽管经济中出现了强劲的信号 但是随着通胀预期的上涨 美国消费者的信心下滑 密西根大学5月的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为67.4 低于4月的77.2 远低于预期的76 随着悲观情绪的出现 消费者一年期和五年期的通胀预期指数 有所上涨 一年期的通胀预期跃升到3.5% 达到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五年期的通胀预期升至3.1% 扭转了过去几个月 独数下降的趋势 各股消息 中国汽车品牌吉利旗下的豪华智能纯电品牌 极客汽车 股票交易代码ZK 首次公开招股 周五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买卖 开盘报26美元 较IPO发行价21美元 高了23.8% 盘中一度飙涨了39.8% 此外 极客也刷新了新能源汽车史上最快的上市记录 从2021年4月15日品牌发布到成功的IPO 仅过去了37个月 2023年 极客实现了营业收入517亿元 整车的毛利率达到了15% 截止到2024年的4月底 已经累计交付汽车超过24万台 今年1到4月 极客实现了翻倍以上的增长 同比乍涨了111% 持续稳居20万元以上 中国纯电品牌的销量冠军 作为最具全球价值的中国新能源题材 极客此次成功在美国上市 将有助于资本市场 重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全球价值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股价上涨了34.5% 收报每股28.2元 台积电今天一度上涨了5.4% 至150.49元 逼近3月8号创出的历史最高价 公司今天公布了2024年4月的营收 4月的合并营收约为新台币 2360.2亿元 环比增长了20.9% 同比增长了59.6% 创下历年的同期新高 2024年1到4月 累计的营收约为新台币 8286.65亿元 同比增长了26.2% 在今天收盘时 台积电的股价上涨了4.5% 收报每股149.2元 以上就是前进华尔街的全部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5月10号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璐 在新闻最后 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